鱔鱼肉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如何在家把鱔肉取下來 然後把它去骨 這個做法其實有點像我之前以前講過的生魚片一樣 那我現在就來分享給大家 我們換個角度 那首先一樣第一刀是從它的腮後面這裡 沿著旗的旁邊 這邊有一個從這條直接這樣子進去 它就直接畫到肚臍這裡 像這樣就直接進來 你可以直接把它另一邊下面的魚臍剝起來 從這裡直接切到對面去 這個頭就拿下來了 像這樣這個就先放旁邊 切進去一次就直接把它畫到後面 用你的刀尖去感受一下 摳摳摳的這種聲音啊 就是你切到它的骨頭啦 一個一個的畫進去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脊椎骨了嘛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翻過來了 一樣一刀切進去 用畫的 像它就已經過去到對面了嘛 剩下的就是它中間這條骨頭是連住的 我們就把它翻過來 反正就你可以用你自己順的手勢 把這個刀子就這樣放進去 我先把刀子放到這裡 尾巴可以用一條布 抓子會比較穩 那這個放進去的時候就直接往前推 你可以感受到它那個骨頭 一個一個的過去 這有點難推就是要小心一點 往前推這樣就好了 翻起來 這魚片就取出一半了 這樣刀子 這就是我們取下來的魚片啦 魚片它沒有分 要從肚子開始或是從背部開始 都可以依自己順手的手勢 像這樣 滑進來直接到尾巴了 第二刀就順著這樣 從這個口子上進去 這個刀尖啊都是要有一點角度的 然後對著你的這個魚骨啊 有一點 噢聲音 就表示你切得很乾淨 切到中間我們就可以又換一遍 然後推進去 我習慣是從這個 這樣進去嘛 就順勢的直接滑滑滑 給它滑到刀的根部這裡 然後出了一個口子的時候 刀子啊 角度一樣往裡面 這時候它不可以這樣前後鋸 如果你前後鋸的時候 它的碎肉就會很多 所以都是用這樣 一道一道的這樣 拉同一個方向 用這樣滑的 好 像到這裡又到 已經過去對面了 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它 中間這個切掉 其實也可以這樣子 反向上拉過來 抓著這個尾巴 反向上拉過來 也是可以的 這樣 然後這個肉 翻起來 這樣子這個魚片啊 就取下來了 這個骨頭 可以拿來燉湯 或者是你要拿來用炸的都可以 那我們就先把它保留在旁邊 它這個肋骨 會有點黏住中間這塊肉 所以用你的刀尖 順著這個肋骨 這樣子先把它 滑過去 像這樣子就切出一個口子 那我們就順著從這個口子啊 是這樣 慢慢的滑 用拉的 用這樣子一個方向往後拉 這個就翻開了 這個刀子啊 就是 幅度要往上 你這隻手就壓著你的這個肋骨 你可以感受到它這個刀子 剛好在 這樣子有沒有 就剛好順著這樣肋骨 這樣過去 好 這樣就是一道 那切的時候當然要小心一點 這樣變化起來了 肋骨啊 就是這樣子取下來了 這邊會有一些它的那些膜嘛 就把它切乾淨 會比較沒有腥味 就成功了一大半 部分的魚啦 中間這裡都會有一排小刺 尤其是鯛魚 它一定會有 現在我們要把它中間這一排吃拿掉 之前做生魚片啊 我有分享過是用那個鑷子 一根一根的拔 那也可以 那今天分享另一個 你直接用切的 從它這個兩道的旁邊 這裡 直接進去 切出一個三角形的一個條狀 這個先放旁邊 這個 剛剛那些小細骨啊 全部都是在這裡 就一整排的 剩下的這一塊魚肉 還有肚子這一塊魚肉 這個是完全沒有魚刺的 所以如果你能做到這個地步啊 你就可以不用擔心 小孩子吃魚會被 魚骨搶到 這個就是很乾淨的魚肉 這個肉嘛 比較厚 那這個是比較薄的 有點像它的背部 我通常習慣把背部朝向自己 那厚的那一邊朝外面 切的方法跟切生魚片一樣 就是一刀 一氣喝成的 直接到底 然後這個就是第一塊 那通常第一塊的角度啊 會比較奇怪 如果在家自己吃就無所謂 那你如果想要好看一點 那這個就算是邊角料 先放旁邊 我們切第二塊 魚片的厚薄度啊 你可以自己決定 順序的給它放上去就可以啦 如果你要擺盤的話 會建議從兩塊背部開始牽切 然後再去切肚子那一塊 如果你已經吃膩那種 超市裡面的冷凍巴砂魚片 那你就可以到市場裡面 去挑一挑你喜歡的魚 把這個方法寄下來 那你回家也可以這樣子做 你就可以吃到不同味道的魚肉了 那現在就開始切肚子 在這裡啊已經非常薄了 因為這個魚啊 它不是很大隻 其實它本來的魚腩就是比較薄一點 這個比較薄一點 你就可以切厚一些 不需要那麼薄啦 剛剛那些邊角料啊 可以拿來切 都把它擺進去就可以啦 像這樣子就完成啦 自己在家切吃火鍋的魚片 那做酸菜魚或者是做水煮魚 都是不錯的 那今天的影片啊 就先到這邊 我們就下週再見了 支持治療 要不要再加些魚片 就像這樣子 那些魚片 就走了 好 那一次 有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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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